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大湾区的深圳 和深圳的缘分在211年开始的 深圳很新 适合喜欢新鲜感的人 节奏很快 我是来自一个比较传统的常善家庭 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定居在广州 广州 我来自大湾区的广州 我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了广州 然后现在就一直在广州生活 广州年轻人比较务实吧 只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生活位比较足 大家都比较松弛 挺惬意的 香港男孩和澳门男孩 观念会不会跟我的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还是挺好奇挺期待的 拍拖 据我理解是一只大船 拖着一只小船 然后两个一起做 大家的目的点都是一样的 担担店 邀请站 他的意思就是担担店把钱算 然后恋爱的话就是 担担店把爱藏的 担担担 我是那种 最后想偶尔来的小惊喜的你 谢谢 其实你是陪你支持那种 一个月见几次恋的那种 我的那天也是一件好事 比较容易没有那么信任 小发安心一干 其实这个事情弄清楚之后 起码不会有什么遗憾的 肯定还是遗憾啊 为什么不遗憾 我就不是主动型的 我就是相处的 城市亮灯 还有其他城市啊 这些也会开的 你知道吗 这是会照的吗 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异地 你太现实了这个问题 可能他不跟我 在一个城市就与异地恋了 我会不要建议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多人都过不了的关 它是一个考验吧 双方彼此不能每天都见到 然后也不能参与到对方生活的点点滴滴 还是希望每天还是经常见到那个人 感觉让两个人之间会产生一点隔阂 我还是觉得跟大家的那个距离有点远 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我有点事儿 但我肯定会回来 跑回来 你一会儿干嘛去啊 不能去上班去 下班后会有一种很期待的心情 发现自己想换一下 趁热他死了刚刚的风险是个人生气 是吧 坎赖就是要您的一起了 我等一等你 够不起来想见到你 一步一步的向你走势 真少是双向奔赴啊 我觉得人在哪儿很重要心在哪儿表情 说得好 你可不愿意为他在机场狂奔一下吗 放手去做吧 不要有顾虑 我现在觉得大湾区也没做到 不要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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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 图五是我的成员文俊辉 他是深圳人 太好了 天哪 图二是核游军 图六图七肯定不是答案去的 图六是哪吒 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发现了 是吧 图六是零更新 不是你看那东北拍的吗 那真的 我们小时候都是拍各种这种角色扮演 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跟你讲啊 我会跟你说三个字 我老先你了 我老先你 不对 这是五个字 但是呢 我在最后面扎一个期限 我希望能爱你一万年 这是东北话 是东北话 是东北话 好久不见 玄门姐姐 现在变前期了 我老先你 你好 早上 想选择 做个好人吧 看他给不给你面 老子我爱你 就是大湾区的 应该是不是猜大家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一天 之前mini day的那个升级版 是有一个人可以获得 勇敢的人想得到爱 偶尔卡 喜欢谁 就去离他近一点 你好 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出去玩的话 你觉得你会选谁 这就是我们心动出的 你问一个问题 如何让我的爱 可以更加的让对方知道 是个红水 如何再继续追寻下一个阶段的寻找 我这一集愿意冲五个会员看 我们还有一个剧透片 先来感受一下 动物标本 打篮球 我的成员 他做了我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情 拳击 但不会是所有朋友吧 这个好像 宏晓月 佳玲姐吧 杨朝伟 会我们离开是不是 你们这不是剧本派的吗 什么 赶快放正片 还要等下周 每一季录完的时候 我都会就是对着天空高呼 我说 心动什么时候可以去东北 因为我们好多地方都去过 我就特别想去东北 我觉得录东北应该会很有意思 是啊 因为就是很豪爽 对对对 到东北你们应该录喜剧吧 正常的走向就会 就有喜感了 就很欢乐 但是东北的表达又很真振 而且我们 你像东北真的 帅的人真的很多 像林更新 黎一 景博然 海涛 原来这就是最终要导入的人 接在他们几个 后面我也使个劲 而且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录制的当天 就是子佳今天结婚 真的很祝福他 因为他也算是我们心中的好朋友 对吧 祝他幸福 幸福 乖 我们给他录个视频吧 子佳你干啥呢 我们在今天在录制 一辰 有旭哥 有陈叶 有明昊 有许曼姐 很开心你今天结婚哦 我们在这里祝你 新婚快乐 海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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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几家 我刚结束了婚礼 比较激动 谢谢各位老师的祝福啊 然后也祝海涛老师和各位老师们 录制节目顺利 然后世系顺心 万事如意 他真的是林刚新啊 他是我最早的书母 左耳眼正样 我看过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要拍了 很快就要拍了 又就是插一个帅哥 然后翻到他 非常爽快 就答应我们来拍 自己先坐下好吗 既然是我的位子 我就先坐下了 丁 这爱富牛白 有点热 有点热 待会再吃好了 有点饱 那冷气好强吗 吃了好可惜 吃一口啊 嗯 吃不饿 每次都是这样吗 每次都是这样 那他睡着洗澡的时候吃东西 你爱不爱吃花 爱吃花 我就爱吃花 对 我是爱你 没问题 你不我的 你喜欢粉色还是蓝色 你喜欢粉色还是蓝色 徐哥 徐哥 徐曼姐姐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很喜欢你的歌 是吗 对 你知道徐曼姐姐有写歌吗 哪首 永不失联的 来 这个是雪曼姐姐写的 这弹幕要飘冷知识 我问一下徐哥 为什么用今天那个神秘 现花的这个方式来出现 没有 因为前一阵子我被她吓 吓一跳 你知道我有一次走在路上 然后就一个女生冲向我 你知道她就突然把我抱住 对 然后大叫我鼻子 然后我真的被吓得到 然后平常我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我以为你常常遇到这种事情 没有了 这真不好意思 吓到你了 你们老友演夫妻是什么感觉 这个海涛有发言权 她跟辛姐演过 演过 夫妻 就是在角色内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真的 然后一喊咖 你就觉得 辛姐晚上一会吃啥去 就这种感觉 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拍戏 我唱 我最常唱那首歌 就是我录心动 就是去年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在录心动 对 她就每个礼拜都飞 然后不知道在忙什么 很神秘的样子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跟她吵架 不愉快 然后我说我最近真的很忙 然后忙我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她就觉得说 是我不理她还是什么 没有给她一个答案 我很难跟她吵架了 你要剪头 从现在开始 你只许疼我一个人 要宠我不能骗我 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做到 对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要真心 不许欺负我 骂我 我开心呢 你就要陪着我开心 我不开心呢 你就要哄我开心 永远都要觉得 我是最漂亮的 梦里面也要见到我 就这样咯 哦 老子我爱你 老子我爱你 梦里面也要见到我 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就这样咯 老子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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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 两个人都已经同床共枕 可是却同床异梦 那其实才是 最可怕的异地的感觉 所以一开始 物理上的距离 这真的都不是问题 往后的相处 你肯不肯为对方用心 你有没有欲望去分享 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那才是最大的重点 早上起床 然后喝咖啡 然后咖啡的旁边 我看见还有 书 很多的书 我看到那个书里面 好像有一本书的书名 叫佐洛 我天哪 你看这么细节 那不是素红吧 那不是素红吧 好浪漫哦 好多保养护肤品 粉色 很喜欢粉色 全部都是粉色 粉色和蕾丝 公主型的女神 我个人觉得会 有一些优雅的感觉在 猫爬架 这怎么跑呢 哎呀 猫姬 哎呀 可爱 有可爱 有可爱 这个也反差很大 她好喜欢蕾丝哦 很女人饿 嗯 一归雷好多雷死 早餐只吃苹果呀 哎 这真的 现在女孩都是这样的吗 这啥啦 烤肉 我扶你是条汉子 我没以为 我没以为她只吃苹果 结果她只吃烤肉 因为得垫个苹果 要不然也咽不下去烤肉啊 哎 这个人反差好大 我对她会有兴趣哦 真的反差很大 哇 这个好可爱哦 蕾丝配跑车 早餐是烤肉 加苹果 加苹果 我估计她在外人面前 可能是比较酷一点 应该是挺有个性的 我觉得 哎 我同意 我觉得是那种欲解性 就是我们说 你因为飞机的原因 可能来不了了 今天这期节目 差点就到这结束了 哈哈 真的吗 当场有女嘉宾 就要愤然离席 开玩笑不就开玩笑了 但是她真的是 我的女神这样 哇 但现在变前妻了 戏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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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名气